杨平的中风 这位记得 前后的中 我们只能上有三个阴鼓 鼓三阴 一个是 泥丸 我们的冲鼓 这个小朋友 小孩子的时候 这个鼓到两三岁以后 开始收起来 那个鼓头 软软的鼓头 就是我们这个泥丸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耳朵后的 耳后的 高鼓 这个是另外一个阴鼓 第三个就是 我们的膝蓋 膝蓋上面那一块 在弯曲的时候 靠那个东西顶到 往那膝蓋 叫做鼓三阴 这个三个阴 过去呢 这个我们知道 有这个东西 没有很肯定 后来皇帝外经 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了 他就里面写了鼓三阴 临床上阴鼓怎么解释 你如果光是看这个 不晓得他就做什么 我曾经在治疗血癌的时候 小朋友原来做了化疗 做了这个鼓髓移植 西医宣布无治了 无治以后呢 给中医看了 给他找我了 结果我们吃中药 两个礼拜以后呢 小孩子胃口也开了 元气也恢复了 再回去医查了之后 没有血癌 医院说 你看我们的骨髓 换了有效 你就换了半年前了 然后做了化疗 宣布没效 才到我手上来了 病人快死了 结果呢 病人家属比较倾向西医 到11月的时候 治疗完之后来 到了年底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小朋友 耳朵后面的膏骨 一块肿起来一大块 这就是鼓三阴 代表病进入阴了 是很威胁的症状 所以前后肿 小孩子在受惊吓的时候 我们耳朵后面打开来 耳朵后面这个 骨子里面有 看鸡爪的血脉 我们给它刺刺放点血 收惊啊 小孩子受到惊吓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这是鼓三阴 如果吃高鼓出现 是十阵代表 阴时 那为什么会造成阴时呢 因为小朋友发烧感冒 原来就很好 我一再告诉他 爸爸 感冒的时候 一定要吃中药 绝对不可以吃抗生素 就是他感冒 感冒的时候 吃两个礼拜抗生素 吃完以后 骨头就肿起来 阴骨肿起来 病到阴时 到阴时的时候 小朋友很聪明啊 爸爸 我们不用怕 做乌克弥学来 你医师 我们吃他药就好了 医生呢 坚持不让他 你看我们前面有效啊 我们要好好再做化疗 结果爸爸在那边 磨你两可 我就跟他爸爸讲一句话 我讲这句话 目的要是救他儿子 我说这一次呢 一定要西医写下窃节书 白纸黑字写好 说我们西医没效 我再帮你动手 否则我不治疗 没有这个窃节书 不治 因为他也不听你的话 对不对 西医治疗 他不会怪西医 会怪中医 结果呢 小朋友就死在医院里面 好 病例都在我手上 可以不用死 好 就死掉了 就是前后肿 那这种症状呢 你看好 病进入阴时 阴里面及时的时候 时症在里面 阳明症呢 是阳死 简单讲就是大便 堵在肠子里面而已 很好处理啊 当然你处理不好 也会死啊 也会死 像一般的中医的话 忙销 大魂不敢用 给他处理也死掉啊 给我们处理不会死的 所以大肠癌是不会死人的病 但是呢 你如果大肠癌 如果你开刀 大肠癌所要命 大肠菌的阳明症 你开了刀以后 大肠的癌移转 我画个图 简单画个图给你看 当你的本来是 比如说你大肠癌开刀 会在这边切掉了 就癌细胞呢 从这边移转进去 你大肠癌 如果是我们成吉他 或大财富弹 攻的时候 可以治好 因为忙销可以攻肩 肿瘤也可以打开来 再严重的话 里面含食的很 结食的很盛的话 阴食的很盛的话 大不了我们用 八豆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阳明症 照理说是不会死的 结果开完刀以后 跑到出来 移转变成肝癌 也就是说 你大肠癌开完刀的时候 99%会移转肝癌 好了 你从阳明症 被治到绝阴症 真的死掉了 好 临床上开的时候 如果西医没有动这个刀 可以救了回来 动了刀以后呢 这个跑到该里面去之后 大概只有30% 40%的机会 真的要看运气 所以不要给 好 随便乱动 那我常常跟别人说 我们中医先动手 不行了 西医再动手 今天如果真的是 很好的医生 或者是很好的医学家 根本应该没有 中西门户之间 任何对病人有利的 我们就要去做 我们中医先动手 当然我讲不客气的话 就我先动手 来 当你如果知道是富满 斜下心痛 酒按气不通 好 鼻肝不得汗 这都很危险啊 肚子炸 你想那个里面 因食节道 好 那个酒按气不通 鼻子干 然后鼻子有油嘛 油都没了 好 常常试卧 一身面目习黄 眼睛 连眼睛脸啊 眼睛里面都黄的 小便又很困难 排不出来啦 这个也是有潮热 也是会潮热 但是呢 常常大嗝 所以看起来 很像是阳明症 但实际上里面 已经阴食节道了 像肝癌啊 肝樱花这种 这个病过十日以外 这个耳前后 这个鼓肿的时候 代表病已经入阴了 有的人在这个地方 大多数我看到 是在耳朵后面 好 比如说我们在治疗 骨髓 骨髓流 骨髓长的时候 哇 关节上都有 被每个脊椎骨 排得很整齐 一个脊椎骨 每个关节中间的 尖气的地方长个肿瘤 然后长到脚膝盖肿瘤 然后人弯起来 不能直立啦 因为肿瘤长到那边啦 你开始动手 一治疗以后 它肿瘤消了 人变成可以直立 可以走 你按照它的脚膝盖的 活络的情形 你就可以知道 它好了没有 那如果 你功 病过十天 外部解 卖续悬者 跟小材货汤 无疑一证的 就是意思就是说 遇到这种情形 你用镜 按照表 就是伤寒 阳明症 太阳症 你看到很多处方 病人都没有好 肚子胀满 小辈又不尿 你想想看是怎么情形 肚子越来越大 小辈都小不出来 富满加碎者 不治 大咳 看到这边呢 张仲敬在 阳明篇呢 就告诉大家 这个是 不治之症 好 好